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早上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同報現場直播 好 這個時候 講完梁總對23條的總結 梁總在這段時間 也有好東西推薦給大家 因為梁總經常看不少影視作品 有一些特別的 你會和大家分享嗎 梁總 我接觸了很多朋友 看我們節目 聽我們節目的時候 他們都會看到 你講的電視劇 我們都會跟著去看 當然又不是百分百 只是我個人的口味 但輕然是很紅 梁總 大家看了之後 可能會說 你推薦一點也不行 口味 但最後我想講的一套 每天都在看更新的 叫做完美關係 完美關係 它的背景是上海時裝劇 就是傳媒公關公司 接不同的個案 不同的個案 他們應對 之而其中間也不少 當然是有愛情的成份 任何劇都有愛情的成份 但這個劇本本來的寫作 我自己是欣賞的 因為每一個公關的危機都處理到一些人的關係 不同的故事 有不同的關係 這些關係 第一 我覺得寫得是細緻的 第二 都是正確的 我覺得 所傳播出來的那種訊息 正確而且是很深入的 我今天想講的這件事 不僅是一個好看的一套劇 但奇怪了 我就在一個中國大的網站上 在一個新聞網站 看到一篇描述他的文章 描述得很厲害 就說這些國產的行業劇 譬如醫生 律師 這個完美關係 又陷入那個不專業的假大空裏面 描述得很厲害 我在這裏說 這就是挑戰我自己的分析能力 因為我自己以前讀大學 都喜歡寫編劇 我讀的是中文的專業 就是看小說這些文學分析 我當一個影視作品 都是中文學分析 我說我應該不是很差的 我自己的要求 為什麼踩得那麼厲害 我就看這篇文章 其實裏面實際的 講到哪一種差的 很抽象 但是重重覆覆看 人們就說 不夠美劇專業 即是不夠美國行業劇專業 美國的行業劇 人們又花多少時間去研究 又請專家顧問 又什麼細緻 原來跟美國劇都比 這個作者當然是崇拜到美國劇不得了 所以於是再看中國的行業劇 即是一個行業專業的題材 就說不行了 於是我明白了 我覺得這個劇我仍然是給他打高分的 而這位劇評人在這裡踩的 原來他是崇美 他覺得美國劇好很多 即是等於一些人說 中國電影完全不能夠看 你看他是荷里活 又用荷里活的製作來跟中國電影來比 我覺得這個比較本身就是錯誤的 為什麼呢 一個劇作一個小說一個文學作品 你是在他所處的環境 他生出來成長的地方 來看他 你看他本身自己的結構 要表達的意思 是不是完整完美 或者他是不是令人有感動 是不是令人能夠有思考 其實所有的文學作品 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夠引起你的想像和思考 而從中有某種的領悟 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領悟 讓他能夠刺激到你去思考一些問題 是這樣來評價他 而不是說 那個標準設定在荷里活那裏 你看你都未夠荷里活的標準 於是就說 你不是好東西來的 你很窄啊 中國的東西真的不行了 我覺得今天存在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中國人 可能我都說鴉片戰爭打垮了我們 那些民族精神 有一類人還未 一代傳一代的這些 還未能夠醒覺站起來 就是說 中國東西就用中國標準去看 又用它自身本身來評價它 實事求是 而不需要每次說 美國這樣啊 美國這樣啊 如果每次都說美國這樣才行 當美國不行的時候 那你人還未崩潰 是吧 就好像防疫那樣 那中國防疫就說 沒有人權啊 沒有人權啊 但過幾月我控制到 至少大家平安 居民又很開心 雖然是熬了那麼久 但是到美國的時候 你說我應該用美國標準放開來 大家當去感冒算數 那又如何呢 我覺得我們應該跳開這種枷鎖 如果我們看中國問題 談中國問題 都應該實事求是 用中國的標準來評論中國 嗯 很多事情都需要獨立判斷 好 那這個時間 今天節目也到尾聲了 大家可以看看梁宗推介的完美關係 好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 繼續是總編輯時間 好 謝謝大家 以上節目發表的言論 純屬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星島中文電台的立場 在於現任 來說 是 操捧